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理娱乐局 现今世界还有不少原始不落 小编也介绍了几期 那么提到原始不落 你会想到什么 一不必提 不会种植庄件 靠狩猎和采集为生 这大概是大家都能说出来的样子 但这也确实是原始不落的生活现状 当年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如今的现代社会 我们的祖先历经了多个阶段 包括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等等 这一过程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 所以在爷们的印象中 原始社会离我们很久远 但其实 中国还有这么一个部落 几十年前还处在原始社会 直到1956年才第一次走出森林 这就是苦冲淫 他们世代生活在云南挨捞伞 无量山一带的原始森林之中 这里独从藏器遍布 自古以来都被称为藏力之地 堪称淫类的进取 苦冲淫被印为是古代四强部落的后代 早在新唐书中 汤淫就将这只原始部落称之为 郭初满 又叫古中 后来才慢慢演变成为苦冲 所以一直以来 附近的居民都知道附近的原始森林中 有这么一只神秘的部落 不过苦冲淫几乎不离开森林 一直跟外界没有交流 他们就像远离了社会一般 自给自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56年驻守滇南边疆的蒙治军分区 从村民口中得知附近的原始森林里 还有人类在生活 他们迅速派出边防民族工作组 寻找踪迹 很快就发现了苦冲淫的痕迹 但可惜的是 面对这些陌生的外来者 苦冲淫非常警惕 每次发现工作组 马上就远远跑开了 工作组花了很多时间 带上了粮子 盐 衣物等 多次进三长室接触 在几十次的失败以后 苦冲淫才慢慢接受了这些外来者 由于长期的与世隔绝 让苦冲淫的社会形态 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一直处在原始社会时期 他们衣不避体 以兽皮和树叶当作衣服 不会种植庄稼 以狩猎和采集为主 没有文字 只有口口相传的古老语言 他们没有固定住所 一直有举于大树之上 避开树下的独虫猛兽 男子外出打猎 女性负责采集和照顾老弱 讲究平均分配等等 当时的苦冲淫一三拦履 实不果腐 体型又瘦又小 每个淫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 而原始森林残酷的环境 和极差的医疗卫生条件 让他们的平均寿命很低 遇到疾病 只能听天由命 物质方面更是匮乏 别说吃饱酸暖 甚至连新生儿出生时 都只能用芭蕉烟来包裹 导致婴儿的夭折率居高不下 鉴于苦冲淫艰艰难的生活环境 工作人员劝输苦冲淫走出森林 回归现代社会 这一过程同样是很难的 但在工作组长期的坚持下 苦冲淫开始放弃打猎生活 尝试定居定耕的现代生活 为了帮助他们 当地政府为他们修建房屋 提供粮食 衣服 耕牛 农具等生产生活用品 派出专业人员 教授他们知识和各种生活技能 不过由于社会形态的差距太过巨大 一下子从原始社会 步入到现代社会 苦冲淫不管是从身体 还是心理都很难接受 外面的一切让他们好奇又恐惧 而且他们对年月 习俗 文化 二十世解气等都一概不止 种庄稼就是如此 不分实解 一股脑中下去就不管了 导致收成很低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于是一部分苦冲淫开始脱家带口 又回到森林中去了 当地的工作人员只能重新进山 再次劝导 在这里 有一个村子名为六班村 这个名字是根据当初的苦冲淫 六次回到森林又重新搬出来而取名的 这个村有不及路遍 好奇的宝宝可以去搜索一下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 苦冲淫才逐渐适应现代的社会 生活水平也慢慢上升 1985年 苦冲淫被化归为拉护主 正式成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一员 不过现在大家也很少能看到他们有影响力的人 当初苦冲淫被发现时 只有2177人 而到今天呢 苦冲淫口已经接近4万人 按照不同的语言和习俗还分为了几个分子 分别为拉护系 又称黄苦冲 拉护呢 又叫黑苦冲 拉护普又称白苦冲 现在的苦冲淫在政府的帮助下 大力发展旅游业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原始森林 成了他们自负的助手 无边的森林 正是养风的绝佳场地 苦冲淫酿除的蜂蜜 营养价值极高 存香又吟 死乃蜂蜜中的极品 而森林中的瓜果蘑菇 更是供不应求 每年村里的年轻人都要进山栽取 这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经济来源 而生活水平的提高 让苦冲淫的平均寿命也大幅度增长 现在的村子里 有一位90多岁的高龄老爷 而他也是世间的经历者 见证了苦冲淫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改变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直善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